这里是时代广场,是世界的中心 这里是时代的中心,是世界的心脏 这里经常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 经常都有事情,昨天有事情,今天有事情 这两三个月可能这里非常非常的复杂 经常都可以的惨事情 我们这里看见,是世界 Ya Nabi Salam Alayka Ya Rasul Salam Alayka Ya Habib Salam Alayka Salamatullahi Alayka Ya Bzee Fynur Salam Alayka Ya Man Upadhyo Salam Alayka 最远处的广告是民主党 脚白等和霍锦丽 最远处的广告 他们意味着他们选举成功 自称是民选总统 但川普团队 川普共和党不承认 选举好像远远还没有接触 虽然现在世界上许多的国家 已经发货帝货信 承认教拜登和霍锦丽选举成功 但是美国的选举 现在美国的民主制度 现在已经坍塌 现在已经坍塌 现在已经无法与和两党两派之争 美国的出现这种民主 自由人权 选举制度崩溃 那世界是什么样 全世界任何事情都要把中国问题考虑进去 都跟中国有关系 都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现在比历史上人比三个月前人多一些了 三个月前这里是寥寥无几 现在人比较多 今天气候比较好 比较温暖 昨天这里有事情 这里是Time Square 这都是时代广场 全世界都关注这个地方 全世界都注意这里的动向 这里一举一动 都是世界的心脏 都是牵扯到全世界 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焦点 这里叫时代广场 这是Time Square 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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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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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색堡 更多 ancestors 这里的人非常多 这里是世界的心脏 但是现在跟过去历史上比起的少多 以前这里是人山人海 我做这个看台 以前是坐无虚息 现在人虽然还是今天比较多 但是比起以前差远了 中国病毒攻击美国 以前这里是信心相拥 非常的繁华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感谢观看